1月28日,时事班禅大师元祭30周年纪念法会在北京举行。 当天上午9时,在广祭祀、雍和宫和西黄寺, 三场纪念法会分别进行,有序展开。 法会现场苏木庄仲,宗教界教职人员按传统遗轨, 诵读经文,前程祈祷。 当天,时事班禅爱国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, 会议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主持, 中央统战部斯塔同志。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绝,十一世班禅,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护巴等待,先后讲话。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土多申格,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斑斑多杰,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,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,一审共布玉杰等先后发言。 来自藏学界的专家学者,佛教界的代表, 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亲属代表等百余人出席了研讨会。 十世班禅大师俗名官宝慈丹, 1938年出生于青海省巡华县, 三岁被选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。 1949年6月3日, 经国民政府批准免于撤迁, 并于8月10日派员赴青海塔尔寺主持座床大典, 即认为十世班禅。 1989年1月, 十世班禅赴西藏日喀泽扎实伦布寺主持五世到九世班禅大师, 遗体合葬灵塔四点的开光典礼。 当年1月28日, 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原济, 享年51岁。 十世班禅大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, 著名的国务活动家,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, 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。